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1.3 进入1.3 就是对 对象 的这个分文别类 也是对object 的这个classification 那这边 讲这个类 的永恒性意思就是说 这个在 这个 柏拉图跟亚里斯多的 当时的哲学 三位哲学家的时代 就已经对于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永恒的 就产生了哲学上面 这种不同的看法 像 这个柏拉图 认为那个 花这个概念 这个理型就是这个 形 它是永恒的 就是这个花 在我们脑筋里头 花这个概念 就是 这样的一个concept 它是 永恒的 它不会凋谢的 但是 但是一朵真正的花 它是会凋谢的 但是在 亚里斯多德呢 比较重视的是 真实存在的花 而不是 在脑筋里头 这个概念的花 所以呢 这个 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呢 虽然是私生关系 但是他们两个呢 对于这个 花 有个不同样的认知 是一个 是重视的 是这个 对 这个实际的 存在的 这一个真实 有没有 这是一个 真实的 一个存在的 一朵花 然后呢 对真实存在的花 去给它做分类 好 那 这个跟 分类出来的 这跟 柏拉图的概念中的花呢 其实 类 就是等于这个 缝 等于理形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看到了 是很多 真实的花 那个就是object 所以这个object 这个花呢 是真实的 只是把它归类 就变成这个 class 就变成class 那其实class呢 就是 亚里斯多德呢 脑筋里头的 这个concept 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这个所有的class呢 都可以对应到 我们的脑筋里头的 这个概念 好 所以呢 在这个概念呢 它就没有 花开 花泄 等等的问题 但是object就有 所以呢 我们会 说了就是说以 柏拉图的角度来看 这个concept 是永恒的 所以 类别呢 是永恒的 OK 所以说物与类记 就是这个物跟类 一个是 把它 归到同一个类 所以叫做class 相对的 相对的 就是说相似的 所谓相似的意思就是 有的是 行为相近的 那么什么叫好猫 只要会抓耗子的 就是好猫 所以呢 就是从行为的角度 从行为的角度来归类 来归类的 所以归类呢 是来自 有的是来自 他的行为 行为来归类 对不对 那 这个有的是 依据他的外形 来归类 譬如说 熊猫跟猫熊 这就是大家 对于呢 这个他的体型 可能是像熊 对不对 那么他的 这个眼睛呢 可能像猫 所以呢 如果从 行为来看 可能你会成为他叫做 猫熊 那么你如果从 这个 体型那你可能就熊猫 所以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那基本上 他是分类 有两个重要的 基准 一个就是行为 一个就是 他的 这个形状 就是结构 就是结构 就是 从行为跟他的 这个构造 来看他是 来归类的 所以一个人是对象 人类是由人手过程的 这个类别 他是一个类别 对不对 那狗呢 也是一种类别 那我加了那一只哈巴狗 就是对象 这就是object 这就是class 当你呢 或是公司 M1 M2 出品的 Movie 1 Movie 2的两次 影片 影片的时候呢 就是视频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知道 M1 M2 两者就是对象 同时 同时也联想到 影片 这是一个class 也就是视频 这是一个class 所以我们会问说 我今天听 看到的视频很漂亮 很好看 你就要问哪一只啊 对不对 那就是在问 我今天 我今天去看的是看电影 所以电影本身 就是 就是一个类 那 人家马上来问 你看的是哪一篇电影啊 等等 那你说我 这个下载一首 MP3 很好听 所以MP3 就是一个类咯 那你再问 那你是哪一首 哪一首这个 歌曲 哪一首MP3 所以呢 M1 M2 就是这个类别内的对象 因为呢 这个类别比对象呢 比较能够永恒 就是我们刚刚讲花 跟一朵 玫瑰花 那一朵玫瑰花呢 他就是 几天 他就是从 这个含苞待放 到盛开 到凋谢 这样子 那但是对于花这个概念 那他就会持久了 所以在软体的设计过程当中 当我们找到对象的时候 也必须要掌握他的 这个类别 所以我们写代码 是在写这个类别 然后电脑呢 在执行的时候 才拿我们这个类别呢 去产生对象 产生对象 所以呢 对象 是电脑产生的 类别呢 是人写的 那 所谓开发者 就是在写类别 然后让电脑呢 在执行的时候 会去产生对象 OK 说真的 我们并不是在写对象 而是在写类别 OK 因此呢 软件自然 会具有永恒性 啊 因此那软件的生命会 更长 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 一个对象 一个 object 一个对象呢 从出生到老不够200年 不会超过200年 但是人类 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一直都存在的 在学校呢 这一个 Kin老师会工作离开学校 但是 老师呢 这个类别呢 是永远存在的 有学校 就有老师 所以对象 以及他所属的群体 叫类别呢 都是 OOP的 核心概念 所以呢 OOP里头最重要的 两个概念 就是 object 跟class OK 跟class 三里运用类别呢 就可以把对象归类 就把它组织起来 而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的重要技术 就是 就是 啊 就是把它归类 还有组织起来 好这样子 那我们 开发者是在 做这个归类 组织起来 然后给电脑 在执行的时候 来产生对象 所以在实际软件的时候 通常呢 先决定有关的class 然后 再来呢 把这个弄清楚class 之间的关系 那就就是 写代码里头呢 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重要的就是 要从我们看到的对象 来做归类 再来 搞清楚呢 这个类之间的关系 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就介绍 两种最常见的 类别跟类别之间的关系 就叫做 父子关系 以及 整体部分关系 啊 那 父子关系 就是大小类的关系 比如说 这个 我们 回到这个车 啊 车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分类 然后呢 基捕车 就是比较小的分类 然后呢 卡车 啊 就是又更小的分类 这基捕车 所以呢 这叫做 富类 或者叫做基类 或者叫做基类 基类是基础的意思 就是 我们要 先写完了这个车 这个类之后 再给他继承下来 那这叫做基类 所以这叫子类 OK 啊 子类 然后另外一个是 整体部分的关系是 啊 这边的话 啊 是这个 啊 乘客人 那么车子跟人呢 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车子呢 里头有人 所以车子呢 啊 这个包含 啊 包含这个 人 就是 一辆车子 一辆车子 包含了 好几个人 很多个人 OK 好 那 人又分成 这个男生 对不对 又分成女生 这样子 好那这就说明了 这个车子里头呢 可以有男生也有女生 因为他包含了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车子里头 那车子又分成 两个 很多个 子类 好 那他这个叫做包含关系 就叫做整体跟部分关系 好 那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就是这两个关系 这两种 一种是 大小类的关系 一种是 对象 包含另外一个对象 帮我一群对象的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 类别的父子关系咯 人们从小就学习对东西的分类 所以把它分为 生物 无生物 这个关系 其中的生物又分为动物跟植物 这就是 亚里士多德当时 就已经分成 这一门钢木科属种 就已经对 天地万物 做这个分类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小 也学会的做分类的动作 那无论 那无论动物植物或生物 都是 一种归类的类别 这是这种归类的类别 都是一种类别 那么动物呢 就是一种生物 所以呢 这一个父子类呢 那有时候又称为 AKO 就是 这之间的 譬如说这是车子 这车子 然后呢 这是 吉普车 那这是卡车 那我们都会说 这一个吉普车呢 是一种车 卡车呢 又是另一种车 所以呢英文叫做AKO Akaito 所以呢 这一个 动物 是生物 的一个小类 所以我们称为 动物是一种 就是一种生物 车子 吉普车是一种车 对不对 那 女生是一种人 OK 好人也是一种人 所以呢 这个叫做父子类的关系 又称为叫AKO的关系 OK 所以植物也是一种生物 这个时候呢 动物呢 是生物的子类 就是 吉普车 是车子的一个子类 英文叫subclass 所以上面的负类 或者鸡类 我们称为叫 Superclass 在这里 所以上面的 这个负类呢 英文叫做Superclass 然后呢 这个 子类呢 就叫做subclass 叫subclass OK 是这样来的 然后呢 这个Superclass呢 又称为 baseclass 这个名词呢 是用 从细加加来的 那这个Superclass 是 一般的 OOP的概念 就是 细加加的概念 那没关系 我们两者 都把它并用 就Superclass呢 又等于呢 base baseclass baseclass OK 所以这种负质类的关系 是软件中 组织相 相关对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因为 这个时候呢 车子跟吉普车 就有 他某种的关联性 那这关联性呢 是我们在组织这个 对象的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很重要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又会把它分成 这个信用卡 信用卡呢 又分为好几种 对不对 这样子 然后 这个每一个 都是一个子类 一个子类 一个子类 所以这个有的是 叫visa card 这个叫master card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都是 我们把所有的信用卡呢 把它分为别类 因此呢 就把它组织的 竟然有序了 所以这种 负质类的关系呢 就是 啊 我们 对这个 对象 在分类的时候 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就是 说明了 在写软件的时候 只要是在安排 啊 就这个 类 主要是在 啊 对对象做归类 然后来组织 他类的关系 因此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OK 而且是 在我们的 自然界 就存在的关系 因此呢 让软件 跟自然界呢 能够 一个 这个意义的对应 让我们的 用户 开发者 还有外行人 内行人 都有 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例如呢 这个马 汽车、马车、脚踏车 都是一种车 刚刚说过的 那 车子是 服类 汽车、马车、脚踏车 都是子类 就这样子 所以在设计软件的时候 当你知道公司今天生产了 5辆 这个巴士 以及呢 5辆轿车的时候 那你就已经找到了 10个对象 已经找到10个对象了 其中的每一部 车子都是对象 他们 把它归类 归到不同的类 归到两个类 一个类是巴士 一个类是轿车 然而呢 轿车都是一种车 所以呢 所以 巴士跟轿车 都是子类 汽车是负类 那它是 存在一种 叫做AKO的关系 就是 OK 所以轻易的找到更大的类 就是说 当我们 看到的 文件里头 只有巴士 只有巴士 还有轿车这两个名词的时候 但是 我们会把它 这个 再把这两个 再把它组织起来 找出它的负类 这个负类呢 就是汽车 所以汽车呢 把这两个 子类 组织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呢 互子类的关系 是很常见的关系 所以呢 又称为 类别的继承关系 叫 Inheritance 所以一般 现在 大家就比较不谈 AKO啦 直接谈 这个 Inheritance 所以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就等于是 Inheritance Inheritance Inheritance的关系 OK 这等于是继承的关系 那现在又 稍微名字又改了 叫 Ettended Ettended的关系 OK Ettended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名字都是一样的 他的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巴士呢 从这个汽车 继承的 某些特性下来 那 又扣充了一些特性 像儿子呢 总是从爸爸继承了一些东西 那么 他也 因为时代的不一样 所以他也学了一些新东西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呢 他又继承了 爸爸又扣充了爸爸 所以呢 这就是两个不同角度 所以 AKO 就等于 Inheritance 也是等 Ettended 这个关系 那经由这种关系呢 很容易找到相关的类别 例如说一家公司 正在生产呢 三种鞋子 网球鞋 篮球鞋 慢跑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找到 三个种类了 他不是一双 而是 种类 他已经讲到三种了 三种 对不对 他已经讲到三种 然后刚刚的车子呢 你看到他是五辆 五辆车子 所以这个已经指的是对象 那这边的 三种 指的就是类 OK 这时候找到三种类 因为这 网球鞋跟篮球鞋都是一种球鞋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负类 叫球鞋了 所以找到一个负类 叫做球鞋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边 你看 我们 知道的是网球鞋 那么篮球鞋 我们就找到一个负类 从这边 往上找 就可以找到 有一个叫球鞋 对不对 这样子 那球鞋呢 又一种慢跑鞋不打球的 所以呢 又往上 又把他归类 归到 同一个更大的类 那么 就 就变成鞋子啦 所以呢就变成这这 相对的 球鞋呢 在鞋子的 立场呢 他是subclass 但是球鞋呢 跟篮球鞋的相对关系 他又是superclass OK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关系 所以又找到了 所以从这个 网球鞋、篮球鞋 就找到的球鞋这种superclass 然后球鞋跟慢跑鞋 又是 一种鞋子 所以要找到他的负类 叫做鞋子 因此呢 就建立出 这样的一个 叫做类别呢 继承的体系 这叫做 啊 这个 啊 class呢 的一个体系 所以叫class呢 叫class hierarchy 就是一个书状结构 就是class的一个阶层体系 他就是有 大的class变成小的 小的再变更小的 这叫class的 一个体系 就叫阶层体系 层级的 叫做阶层体系 如果你正为 最大公司设计软件 那这五种分类 都是软件中的重要的类别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五个类别呢 建立出他的负质关系 好 那么 这也是 软件 在组织对象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 不见的是最好 但是是一个 非常非常常用的方法 非常常用的方法 OK 好 那我们 在 这里也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个回合呢 我们就 来拿Android当例子 然后以Android的实际 的 画面的对象 来加以 看 分文别类 那这个分文别类的动作 其实在Android的团队 也就是在谷歌的团队 已经做完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 观摩观摩 把我们刚刚 所谈的概念 然后在Android的 环境下 我们来观摩观摩他 到底有多少对象 他又如何呢 分文别类 要如何把它组织成一个 刚刚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 阶层体系 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 目前看到的讲的鞋子呢 是属于生活面的 那么待会呢 就在Android上面 直接来观摩 这个实际的 软件的 对象 以及 软件的 类别体系 OK 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